每天吃一瓜疯批结巴巴爬 批刹女星赵丽颖这两天花钱撤掉 料她跟那部古偶剧的关联热搜 原因是她被原著粉跟网红出身的 四字女星腊木杨子的粉丝骂惨了 事情是这样的 赵丽颖之前高调宣布她会出演一部古偶剧 这部剧是由热门IP改编的项目 剧方招揽了不少艺人出演 赵丽颖除了出演剧中的女主角 还担任这部剧的监制 在剧方多次放出物料文宣后 参演该剧的《烂木杨子》 却被爆出了负面新闻 剧方为了不让《烂木杨子》影响整部剧 就删减了她的一些戏份 这件事情让《烂木杨子》很不满 她认为这是赵丽颖从中作梗 于是煽动粉丝去找赵丽颖的麻烦 没过多久 坊间又爆出这部剧的剧组 要把《烂木杨子》换掉的消息 这彻底惹怒了《烂木杨子》的粉丝 为帮爱豆出气 他们各种diss剧方 剧方不想承担这些麻烦 就拿赵丽颖的监制身份 说是把她推出去挡枪 其实赵丽颖的监制只是一个挂名身份 她在剧组没有那么大的权力 能够决定换人的是 现在赵丽颖被黑得很惨 为了不让事情继续发酵 团队只好让她低调一段时间 等换人风波过去后再文宣这部剧 感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